各位觀眾大家好 冷眼旁觀 今天跟大家聊一下 種瓜得瓜 種豆得豆 大家很清楚 這是中國的一個非常好的一句言語 為什麼呢 因為種瓜 當然會得瓜 難道種瓜得豆 種豆得瓜嗎 每樣東西都有一個因果 有什麼可以做 有什麼不可以做 現在這個世界格局 我們就要跟大家聊一下 冷眼兄 每一集都有很多真知卓見 我希望大家再看看上一集 上一集的內容真是非常精彩的 你聽得多就會發覺 裡面的豆真是很有味道的 但這集 照樣也是 上一集 是講到人性的本質 所以我希望大家 有機會再翻看 我們也要展輯一些短的視頻 給大家欣賞欣賞 好了 節目開始的時候請大家訂閱大陸上的頻道 留言 點讚 分享 看廣告 冷眼兄 你好 來聽你的真知卓見 你好 今天我想跟大家講講這個種瓜得瓜 種豆得豆 其實呢 中西方呢 其實有很多言語都是相通的 中國人說的就是剛才那種瓜得瓜 種豆得豆 在外國來講呢 You cannot get a tomato from potato 就是你種薯仔不會出去做蕃茄的 那 其實這些這樣的智慧 就是說 古今中外大家都明白的了 就是你做什麼就收到什麼 但是其實現在 知道就很多人都知道 但是做就很多人不懂得做 今時今日為什麼 你身邊這麼多人 有些人做得風山水起 有些人做得 屍骨 屍鞋都沒有這麼正 是什麼原因呢 其實 這跟馬雲說的那句話又有些 相符 馬雲說這個選擇比努力更重要 但是選擇就是選擇什麼呢 很多人就是選擇做很多東西 但是其實 做也不重要啦 但是不做也很重要 什麼意思呢 有些事情你今天做了 你遲早出事 你不應該做而去做了你就遲早出事 但是有些事情你應該做而你不去做 你也遲早出事 有些事情譬如你 老闆 就很小器的 不讓人說可以的 有一天你發覺 他 在開會的時間說錯了話 引經巨短 就拋散輸爆 那你呢 聰明不及 就直斥其非 老闆你已經說過了 那你遲早出事 這就是我的 親身的 體會來的 我當年呢 我們呢 因為我都是屬於銷售師來的 有一天呢 年初我們幾個 老闆就在那裡研究 今年就做了一些 比賽 那接著 現在過去就在那裡提議了 那有幾個經理的嘛 哪個哪個呢 第一個 Pieter Pieter 杯 接著第二個 John 杯 那接著就說到最後面了 總冠軍叫什麼杯好啊 那個人就說 我打算拆個老闆的鞋子嘛 他一於叫做 Anthony Anthony 紀念杯 接著那個老闆就說 好啊 這個名字挺好的 Gran 紀念杯 那我一時聰明不及 那時候我很年輕 30歲而已 我就說 喂老闆 通常死了才紀念的 那當時呢 那我看到那個老闆呢 那個老闆呢 其實讀書很少的 是那些 那些叫做草根階級 那當時他有沒有發聲 那當然不會用這個名字啦 剛才我的名字全部錯了 我是用假名的 那結果從那天開始 我就導入了這個十年一刻 就是這樣 直到有一天這個老闆走了 我才知道 從獲新生 那這個就是一個教訓了 你不應該做 你走去做 聰明不及 那當然你說 那到時如果真的用了這個紀念杯的名字 就被人笑了 笑得也不是笑我啦 有些東西 你是不可以 搶出頭的 因為沒有人叫你說的嘛 沒有人問你的東西 你說那麼多東西做什麼 人家都問問你的意見 OK 清楚 那第二個就是 你應該做而你不去做 那你得遲早的事 譬如有一天你發覺你不過意 得罪了你的老闆 但是你其實應該是低低低的習慣一批 負經請罪 是吧 買合桶也好 送個演唱會票也好 怎樣也好 你去找個老闆 但是你呢 就牽著自己的好生意 我是不喜歡道歉 我這麼小器也沒辦法的 那到最後你也是遲了老闆的事 大家看清楚了嗎 那你現在回想一下 在你現在西閒裡面 有沒有一些事情你其實不應該做 而你做了後來老闆的事 你怎麼做呢 這個就看你怎樣做事了 其中一個好 我不是說好也不好 總之它現在就活得很滋潤的國家 就是這個新加坡 地少人相對也是多 是吧 沒有任何的天然資源 也都沒有任何的足夠的防衛 是有些錢而已 但是那些錢相對來說都不是什麽大錢 因為人口少嘛 但是它都暫時來說叫做國泰文安 雖然它都行很多很嚴厲的法則 法例 但是那些 至少那些人不會走啊 那些很多人都會專門去那裡移民 去那裡生活 那就是在好地方才有人肯去的 那一個也是地少人多 也都是沒有什麽特別 沒有天然資源的 但是它就活得很慘了 那叫做以色列 也不是啊 以色列欺騙人的 那幾開心 誰敢搞它呢 如果你一個人做個過街老鼠 是吧 在說這個范仲僧 那你在世上活下去有沒有意思呢 現在你嘗試走去中東那些地方拿著一個以色列的護照 告訴別人你是以色列人 你應該得到什麽的好處呢 不受歡迎啦 當然是 你最好不要進來啦 是吧 是啊 我親身經歷我在2000年的時候第一次去中東 在巴林啊在這個阿聯酋啊那些 那些人聽到我是中國人是很歡迎的 但是你在這兒千萬不要答到你是美國人 分分鐘你私吉全無 其實那個問題 就是你怎麽樣做事怎麽樣做人 那有些人呢就好像新加坡 長頭草要來要去 今時今日呢 哪個得世我就跟誰 永遠講話不會講死的 他們講的說話很有技巧的 兩個人吵架去做和事佬 做仲裁永遠都說你啊 你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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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沒錯 是不是人家做得不好就要去苦衷的 做得好啊你一向都厲害的啦 說話滑不留守 就永遠不會強出頭 這些就是生存之道啦 但是以色列 他就 恃著美國撐著 還有呢 橫行怕道 他絕對可以用這個橫行怕道來應的 是不是 是不是 還有呢 說著個個都已經 得他快點死的了 他都仍然是執迷不悟 還要教到 他全部人民 基本上他的人民我想百分之 八九十都跟他那個 國家的觀點一樣 都是說著 他們不追求這個和平的 他追求呢 是一注獨贏 追求呢 把這個巴勒斯坦的土地霸佔 下一步如果真的被霸佔到 下一個就會連同其他界的國家 那這些 其實你想一下這些不是什麽大不了的事啦 看回以前的歷史 是吧 說著 戰國時代就是這個國家聽命的國家 是不是 沒錯 你在這個 中東的時間 不是一樣是這個國家聽命的國家 歐洲就是這樣 天天打 又一早打到黑 是不是 又年頭打到落年尾 不少這個國家 你有所謂的 現在有一個互聯網 現在很多消息是不能封閉的 你做了很多事情 那些消息到的 就是要被瞎斷 你扯不住 以前不是的 以前你想想日本怎樣去殘酷 對付中國人 南京大屠殺,731部隊,人體做實驗,奸淫努力 當時還沒有這個互聯網,擊不到全國民憤 因為大家不知道,只知道南京有事,很多人知道 但其他地方不知道 傳達速度太慢了,現在傳達速度很快,光速 但是現在可能你在一個地方裡面,如果你露天做一些動作 一些的屠殺,其實即時已經可以 不用一秒鐘,全世界的電視上面都看到 為什麼?因為有衛星的嘛 現在以色列不是跟你說笑,他的態度就說 我是這麼慢行怕到,我惡了,你又下一個河嗎? 什麼叫聯合國呢?笑話 我的兒子就叫美國,美國就說了一件事 那個聯合國都是我們拿出來的 你想怎麼樣? 看上去好像他玩完了,沒辦法了,對吧? 出去不像,你看得怎麼樣? 和我們說完之後,你看得朋友,美國就說了 他們說了一句話,有些人,都說了很多那些人 私人,都說了一個明月附近 所以他們還把他看見幾個次了 這是一個人的負責,他們就說了一個人 然後他們說了一個人都說了一個人 和他自己做人這個 filmmaker 希特拉把他們好像對美國對印第安人一樣 一個都不要剩下 是吧? 但是他也因為有這個人的性格 民族的性格 偷話拐騙 口取豪奪 但是也有一個問題就是 當一個窮人 或者一個不是一個窮 一個惡人 有一天同途末路 竟然有人收留他 給他損失的機會 他等著一直走 把他推了一個小巷 在那一刻 你任何一個人走過去 都會實力的 他會保護自己剩下的地盤 唯一的地盤 他要保護自己 是不是? 他吃飽了 他就盡量霸多些 增加一個安全感 其實某個程度上 因而適烈的態度 他的做法 他也是在玩這招 他也是在玩 他不夠安全感 他要多霸一些東西 你有沒有看過有錢人 和你搶一隻龍蝦吃? 一般來說都是怎樣的? 我自己不是有錢人 不過我都會這樣說 你先吃吧 你少吃吧 吃粥就知名慾 在說30年前 很多人都很不喜歡我們國內的同胞 因為當時他們真的沒吃過好東西 魯不實惠的意思 真正的魯不實惠是在說 你去到一個荒生夜領 你看到一個黃金你都不收拾 那你真是算做魯不實惠了 有沒有道理呢? 有道理 但是如果你告訴我 你已經在說三個月沒有操膠 那你就被人趕 你在街上看到一塊雲紙 真是沒有人收拾的 沒有人是不知道的 因為在一個行李裏面 很噁心 你收拾不收? 我想你搶錢也像是吧? 會呀 因為你那一刻很需要這塊錢 同一個道理 你還沒吃過好東西 餓了很久 突然看到龍蝦 看到鵝肝 那就不要說太多疑態了 吃了才說 是吧? 沒錯 現在以色列就是這樣 它根本就很想霸一個地方 立國 還有誰都不要走過來 它是一隻狗 流浪狗 其實某個程度上 它是一隻流浪狗 我說的 去到哪裡 被人趕到哪裡 好了 終於有人肯給一個地方去損失 這個案子叫狼兒 它就說它 連那個主人都咬了 趕那個主人走 現在就是這樣了 因為旁邊的人看不過眼 走去譴責它 連他也打了 不然怎會有這麼多次的中東戰爭 是吧? 它原因是因為這隻狗 霸到地盤 它不跟你開玩笑 誰走過來 也在生人物 好了 它做了一種行為 現在就覺得它有安全感 它不需要這個世界人的認同 現在猶太人是不需要這個世界 有沒有人的認同 在他們心目中 除了猶太人之外 全世界的人都是低等民族 知道嗎? 那麽怎麼會有這個美國優先呢? 那美國是什麽人主宰呢? 就是猶太人 那美國優先的這樣的思想就是猶太人的思想 一脈相承 所以它一做任何的壞事 無論旁邊的人怎麼看它 怎麼去評擊它 去踐踏它 它完全不在乎 為什麽不在乎呢? 當你告訴我一個人去做這個奸人努力 它怎麽會擔心防判者怎麽說呢? 是吧? 嗯 所以你想一下 回頭回頭 為什麽有些人會做到自己窮途末路 其實現在以色列已經是龍頭末路了 如果有一天美國的美元霸權崩潰的時間 其實現在它已經進一步了 它搭了那個局 做很多的行為 它加高自己的高值加到五、六厘 你看一下一個人正常會不會欠人錢自動提高利息給那個債主 會不會的? 有沒有可能? 沒有可能 但是它一直在做 嗯 那當然有原因了 是吧? OK? 那麽我都不再細講了 我講了幾、兩次了 現在的問題就是 它是屬於生死存亡 那你就放長雙眼了 如果美國沒事它就沒事了 如果美國有時以美國一向做事的 那麽久以來的那個往績 它第一件事是什麼? 棄出補稅 就是 說完了 我有心有力我就幫一下你了 我沒有心沒有力 不好意思 這個時候 我在我的心目中沒有什麼親戚了 是吧? 我顧着自己才說 那到那一刻 如果她沒有了 她心目中的兒子 她的兒子 美國的在後面那裡支撐他 現在美國不是在軍事上支撐他 你搞清楚 他是在說法律上支撐他 他現在被法庭判了 他的內塔利亞胡 是戰犯 要抓拿他 他都走出來拒捕 他現在就等於你兒子 他的兒子現在被人做了賊 殺了人 現在還在家裡 那個員官那裡要找人去追捕他 出錯了這個告示 要通緝這個人 他的兒子就站在門口裡 誰都不准進去 誰說要抓他的 員官有什麼權 他就說這個王繼的 是王法的 什麼叫王法 我就是王法 沒事的 你繼續殺人吧 有我在 誰都不敢搞你 如果有一天這個兒子有什麼事 新燒火星自己死了 你猜以色列的下場是什麼呢? 我相信他應該是全世界第一個會被人解體和滅國 我想到時如果他的國家的人被人奸淫努力 我想都沒有誰會同情他 至少我冷眼就不會同情他 我覺得對不對? 現在說的不是他政府的喉舌這樣說的 現在是說的那些這樣的視頻 訪問那些那些年輕人 年輕人 他說他笑著 三個都笑著口說 他說你認為巴勒斯坦的人應該死了? 他說應該 他還要笑著口說 推來推去 很開心的 那這些人是不是應該叫做死不足惜? 那如果有一天 他是說有了被人追殺 滅國 我想他在歷史上這個猶太人經歷過流離浪蕩 被人家種族清洗 我印象中起碼是三四次 是啊 沒錯 基本上是 歷史又有重演 那為什麼? 因為種瓜什麼? 德瓜 因為他繼續都是種瓜 他沒有停過 他妄想種瓜可以種了一個人心果出來 沒有可能的嘛 你想吃人心果 你就一定要不要再種瓜 是不是? 現在不是啊 繼續種瓜 就可以種瓜了 對不對? 但是現在的問題 我們都將這件事引申到 不要只在說世界這麼遠的地方 很多人都只是在想 這些東西不關我的事 他死又好 生日好 都與我無關 那你真是太合毅了 你真是活活活活在這個夢中 很多人經常在這裡 怨天怨地 怨政府 怨這個世界 你不如怨一下自己吧 為什麼? 如果我告訴你 這個世界有一件事叫互聯網 互聯網將會是說 替代了很多資訊性的工作 我告訴你 這個世界現在有一件事叫做AI 很多體力勞動是沒有存在的價值 我告訴你 現在最近 東南亞有一個國家現在崩潰得很快 你知道哪個嗎? 菲律賓 不是 都是很快 不過它不是最快 是越南 越南啊 越南那個樓價跌了三成 不知道是四、五成 越南 它在過去這十幾年呢 就因為美國制裁這個中國 那它呢 任水流台千德月 那那些所有的製造業呢 要去找另一些國家 去做一個名義上的出口地 那當然要找一些最近的地方 因為如果我將入中國做好的東西 如果我要發個另一個地方去 跳個拆頭下去 我當然去找個近一點 難道是在中國那裡拿了墨西哥嗎? 貪它遠呢 是不是? 那當然要拿哪裏呢? 越南啊 人口多嘛 成億人口的 知道嗎? 那這個越南 就是當時得令啊 所以過去十幾年 它那個地產起到爬猛聲 那些經濟好像很澎湃那樣 但是今天死得很慘 死得很厲害 但是其實 為什麼會這樣呢? 其實簡單來說 很多人沒有看到這件事情 其實我最近看到這件事情 我終於明白到原來是這樣 其實越南只不過是十年前的越南 等於三十年前的中國而已 它都是靠這個廉價勞工的 不過中國已經在十幾年前 從東莞開始已經走這個高端化 不再賣這個廉價勞工了 大家知道這個更替了嗎? 那現在只不過中國已經不會再做的這些低級的技術的工作 就轉移了給越南做而已 柬埔寨那些地方做而已 知道嗎? 但是其實現在的問題就是 現在有一個機械人嘛 現在我們中國有一個公司很出名的 叫曹德王 曹德王 曹德王好像是做玻璃的嘛 是的 複裔玻璃的嘛 那它有一個 我開始看這個視頻 很清晰的說得好 說它是去美國設廠的嘛 沒錯 是的 它那時候設廠最初是貪圖的那些制度化嘛 還有也是節省了運費 因為我在這裡建好了 中國建好了之後 我又要報關 又要打稅 又要這樣那樣 又不用被它禁制 因為我在美國本土製造出來 我就不用打美國的稅了 然後我請回那些人 你不要說我把這些錢賺光了 不給你們賺啦 是不是? 那就找美國人去做啦 但是它困難重重啊 因為那些人的工資很高 還有要很多福利 還有那些人是做8個小時的 但是8個小時都還沒有幫忙休息 抱歉 抱歉 總之回到8點就回到4點了 吃飯時間也要的 可能實際上只是做了5個小時或者6個小時 這麼清楚 但是結果還有一個問題呢 但是當時它開廠的時候 也帶了一群骨幹的那些 在中國的那些品碼一起開的嘛 是的 沒錯 可能那裡大約有2、3、8個是它自己的人那裡 但是它那裡呢 一個的工人就等於那裡 那個工作的那個能力出來的那個結果 一個就等於它4個 因為那些人願意加班的 還有那些人做得很快 乘乘的 美國呢 首先它一定要注重安全 你不要開玩笑 一個玻璃 如果一個一塊玻璃 如果 可能的話最好4個人台 那就肯定夠力了 是不是 但是中國人一個一個就跟你舉起去 因為為什麼 美國它覺得如果我開工 爭不穩 戒親自己呢 就沒有仇報的嘛 雖然我可以claim這個工商而已 但是我不會為老闆拼命的嘛 但是中國人不同的嘛 我博家班嘛 但是結果都最生氣 不用說 那些工會就吵咯 又吵中國人咯 那接著 就只是這個談判都搞了2、3年的 那你覺得結果就是怎麼樣呢 結果是兩個都沒得做 中國沒得做 那些本土的美國人都沒得做 誰做了 知道嗎 機械人做了 嗯 嗯 無論你中國人怎麼拼命都不夠機械人快 嗯 還有呢 機械人是不會有工商的 嗯 還有機械人是不要福利的 還有機械人呢 是不會做一下停一下的 還有機械人是不需要休息的 那曹德王呢 那曹德王呢 當時就指著他帶那些人去參觀 指著一個很能幹的那個人 他說這一幫做得最能幹的 不過都會在一年內全部都會被解僱 為什麼呢 怎麼便宜都便宜不到機械人 你告訴我 在越南那幫平價勞工 但是他平價而已 不代表他做得好 那些人是說你給錢都不肯加班的 柬埔寨和這個 和這個 越南那些人呢 一小時就下班了 如果加班就要求的 你清楚嗎 嗯 但是 現在今時今日 無論你怎麼勤力都好 現在已經沒有你的事了 現在有一件事叫做AI 有一件事叫做機械人 那現在說著 這個 越南 柬埔寨 柬埔寨都很嚴重的 都下降得很厲害 的 國家 還認為自己 那個經濟會不斷增長 因為它 還有一個很天真和樂觀的 的領導 領導 每年有多少個百分 那個增長 GPD 但是實際上 它在瘋人說夢話 就像現在菲律賓 它一定不會發達的 為什麼 它那些 它說來講 它真正最大的外匯 就是什麼 菲律賓 它在說靠那些菲傭 做那些女人出去 做菲傭賺錢回去養 養妻活兒 不是養夫活兒 不是養妻 是不是 是 沒錯 但是如果有一天 那個AI 進展到 所有東西都可以用 這個機械人可以代替的時候 有得選 我都不選菲傭 那些菲傭賓 全部都可以用 沒有其他人 那些人 如果沒有其他人 現在的事情 進步到什麼程度呢 就像我們養貓的人 以前是心掛掛 如果出了旅程 或者出了兩三天 那些貓我們沒有喝怎麼辦 如果沒有去廁所怎麼辦 那些貓沙 那些大小便是誰跟他收拾 那就很頭痛了 最好請飛鴻,我可以跟他看著貓 基本上有寵物也是一樣 現在不用的 現在第一,有監控 有監控,很便宜的,幾十元而已 你把監控的鏡頭放在家裡的角落 連回你的手機 你就看到那隻貓現在去了哪裡 第一 第二,現在有些智能的刺盤 他什麼時候去了廁所 他馬上通知你的 你從他進去廁所的時間 你就知道他大還是他小 那幾隻貓怎麼知道哪隻打哪隻 Sorry 連貓進去都知道,因為有重量 嗯 那你夠不夠正啊 正 有喝水機 那這個已經解決了一個很大的問題了 嗯 嗯 那麼洗碗 洗碗當然不用了,是洗碗機的嘛 嗯 吸診不用了,一向很多年吃都有了 有個好像飛碟那樣的東西在地下走來走去的 是吧 嗯,沒錯 那如果有一天 可能現在這樣智能的發展 難保不出五年之後 那會沒有飛碟的事情 是吧 那如果到那個時候 全世界都不用了飛碟的事情 那是飛碟的 那是飛碟的嗎 你說 印尼也會 印尼也是 印尼依賴那個飛碟 那些融工的工資的程度 沒有飛碟那麽誇張 嗯 是 沒有那麽誇張的 OK 那現在你看回頭 那這些就中瓜得瓜 中鬥鬥鬥鬥 就是如果現在你說的 還一直在依賴一些 你不能夠長期依賴的東西去依賴 那你照到一天你都會呼血的 那到時你死了你都沒有怪自己 嗯 不要怪別人 是吧 那現在你 有些事情你經常去做 其實不能做的 你經常去做 就是吃白粉 那你不要經常去吃 那你說不是 根本不應該吃的 那很難說的 那你一個人有病 要打咖啡針 算不算吸毒 其實也是一樣的 都會上癮的 但是康復你不要再打 是不是這樣 但是打上癮 但是無事拿來打一下 那你就死定了 所以我現在看回很多情況 很多時候我看到一些身邊的 我現在都到60歲了 我看回望很多事情 都以前在生人裏面 很多事情都做了 有些應該做我沒有去做 有些我不應該做我就做了 然後就要想回頭 那時光是不能倒流的 那你還有餘生 那餘生你就要選一些 對自己好 對人好的事情去做 那現在的情形 今時今日 現在這個世界搞到這麼亂 搞到這麼危機四伏 其實都是同一些人 其實這個世界都是人做出來的 沒有人做哪裏 會突然間有原子彈 沒有人做哪裏有AI 現在我們經常在說 擔心三件事 第一就是能源 第二就是食物 第三就是食水 剛剛說 對 基本上如果你能夠搞定這三件事 其他都很次要 為什麼要 那你不打麻將會不會死 不會 你沒有打麻將會不會死 不會 都不會 你沒有唱K會不會死 更加不會 就是了 但是沒有這三件事 你會飛都沒有用 我不給你吃 我沒有家不給你電 那你怎麼生存 你為什麼手機電話都充不了電 那你不死 是吧 那你沒有吃水 就更加死得更快 但是現在你人口的增長 所消耗這三件事的速度 是越來越快的 其實在生產這些這樣的三件事 其實你算一算一算 其實剛才我講的三件事 只有一件事可以增加速度的增長 那個就是食物 那些生產的雞蛋 你現在欺騙那些雞生蛋 你知道嗎 嗯 那我未必知道 其實雞是一個周期的生蛋 沒錯 但是他現在是欺騙那隻雞 他是把天光天黑 濃縮了 在一個烏克烏火的地方 是不是 重新再調教那個時間 不是 那些雞 印象中 他們當然是天光天黑 就是一天 嗯 可能他算一條數 可能他要多久才生蛋出來 但是他就把農場 就把這個時間濃縮了 嗯 比如說八個小時就天黑 八個小時就天光 那些雞就是十六個小時就當一天了 那些雞就生得快些了 那些雞蛋 那你來說錢 那就很清楚了 嗯 比如有些人改的基因 現在的食物都好吃的 有些我剛剛去果欄買了 那些雞蛋 買了20元那些這樣的山竹 然後有十幾個 20元有十幾個 那些便宜了嗎 這麼便宜 還很甜 還有一樣東西就是沒有核的 嗯 改良 是呀 改良 不過它有一顆小塊 軟的就不是硬的 但是好吃的 小小顆 但是很便宜 都吃得過 但是有些食物 譬如牛肉豬肉 雞 鵝 鵝 養魚 基本上你吃的海鮮有九成都可以人工自養的 不是哪有這麼多 每天吃 那些什麼叫做沙巴龍等 全部都可以養的 烏頭就不用說了 一定是養的 有這麼多野生 但是這些食物就可以增加 種植的東西都可以增加 增加那個生長的速度 來應付人口的所需 是不是嗎? 但是有兩樣東西其實是無不可再生的 理論上 一個就是這個能源 天然氣用完就沒有了 那些這樣的石油那些用完就沒有了 沒有 有 你可以就等一下 我想一萬多億年就有了 現在我們在吃的是一萬億年前 或者是幾多億年前的 那些家裡的家當老底來的 吃完就沒有了 你等著就出不及了 好的 食水 食水其實理論上都是可以再生的 因為食水都是由海水的蒸發 蒸發了 上海做暈 暈倒下雨 雨水落在那邊的河 那裡就可能有些落了地底 儲存了上來 是吧? 但是可惜現在 我們那個食水的源頭越來越少 為什麼?因為不能吃的水越來越少 因為人工有污染 現在世界上的河流 你知道有多少成的河流污染了嗎? 哇 很嚴重 我知道這個數字 多少成就不知道 但是很嚴重 就是中國 中國 污染了河流有九成 九成 那你說為中國這麼壞 其他國家不會的 你如果有機會看一個視頻 你會嚇壞你 你知道多魯河嗎? 是不是很漂亮這個名字? 多魯河 藍色多魯河 最近我看一個視頻 有一輛清理垃圾的船 又有一些鐵歐爪 就擺在河裡面 然後鐵歐爪下面那裡 就滑了河底的垃圾上來 你知道有多少架單車在裡面嗎? 有多少架? 一抓就有十架 好啊 一抓就已經有十架了 嗯 那那個船不小的 那個船很大架 好像等船那些 已經對著山那麼滿了 全部都是單車 是一鐵一鐵的河 你想想這條河 你可以甘甘下去游泳嗎? 當然不敢啦 如果去過法國去過意大利那些 你就知道那些河很髒 但當然有些很乾淨的 瑞士那些都很乾淨的 那我講過水不是全部是所有的 但是理論上來說 應該是200年前 是否應該全部是河都喝得水 基本上是 你如果沒有經過那麼多的工業化 沒有排那麼多污水 其實是 水資源真的很乾淨 但是工業化之後 當然污染是很嚴重的 所以我們國家治水那邊 都是花了很多力度的 我看到資料現在是改善了 但是都要努力 繼續努力中 我講過真事給你聽 好啊 大約十年前 我去一次去福建旅行 去一個地方 去一個叫土樓 聽過土樓 聽過 就好像一個蛋糕那樣的 一個沙翁那些圈那樣 那些人就圍著一起住那些地方 那我就去參觀 那我 都沒有十年前 七八年前 那時候我開車去的 那去到有一個附近的村落吃東西 那裡不是村落來的 其實都已經是市鎮來的 鎮仔來的 你知道那條河裏面 那條河裏面 那條河其實 應該是河來的 類似大坑培那樣 但是是河來的 你知道裏面有些什麼垃圾在這裏嗎 雙人床 雪櫃 衣櫃 不用 不用 你知道他扔了下去 沒有人會撿的嗎 我講我自己的經驗 我來到中山的初期 就是前幾年的時候 我就聽到那些朋友跟我說 中山以前的奇崗河是非常之臭的 基本上經過 你是沒辦法接受一些臭的味道飄過來的 我住這幾年裏面 其實就不斷在這裏自河 每一個省市政府 都是在中央的要求之下 自水令到環境不受污染 是變成很重要的 我經常在中山就住在江邊 其實現在 那條河是沒有味道的 很乾淨的 你看不到垃圾飄來飄去 十年前很肯定是有的 的確有 甚至是五年前也有的 但是現在的自河自水工程 其實是不斷在做的 有什麼問題呢 市政府 或者當地的政府 是有問責的 所以這個國家很重視 因為 金山銀山 不如綠水青山 這是我們習主席所講的事情 這是一個情況 講解一下 來講解一下 其實這個就是 現在做了一些應該做 而有去做的事情 是 將來就很麻煩 如果中國政府 它是將這件事 有得去繼續這樣下去 不是說十二年前 習主席上了任之後 去這個縮貪窗簾 去打擊那些貪官 將這些猴鬼蛇臣一掃而空 今天我們中國還會不會存在呢 你猜中國 我們中國在這個 19年那個 顏色革命的時間 有沒有足夠的智慧 足夠的鎮壓力 去鎮住這個 香港不會亂呢 有沒有 我們分分鐘今天已經玩完了 是 同意 給你聽 同意 現在很多這樣的 沒有老的黃絲 還在罵政府 罵中國 它根本不知道自己在發生什麼事 它不知道 它以為 烏克蘭的那個 那個 那個警方 不會降臨在我們中國那裡 它以為 它真的以為 我想問一個問題 在30年前 20年前 有沒有人覺得 有人敢撩這個俄羅斯 撩這個蘇聯 撩鬼拿命 有沒有 沒有 難以想像 那時候 如果你說 俄羅斯 給老美玩 休克撩法 那時候 就有 就是 老美玩得過 但是後來 我們看到 普京上陣的時候 就沒有人敢去撩他 現在就有人撩了 但是撩了的時候 沒玩完 他那種玩法不同 他玩的是 做一些民鬥 嗯 就是搞清楚 他整治他 但是我不是用刀用槍 我是炒你魷魚 嗯 嗯 你明白 明白 我所說的不是 我所說的 明刀明槍 明刀明槍 以前是用陰招 是 沒錯 嗯 撩一下你背脊 整治一下你 卡一下你 這些 有的 但是現在不是 他們說 在你面前 說要斬你 是啊 沒錯 那時候 美國還要號召 俄羅斯 還要搶那些錢 想著一波 玩殘你 現在是 但是玩不殘 是 其實在某個程度上 嗯 其實俄羅斯 我個人認為 如果說 十年前的感覺 俄羅斯更加難野 比中國 對 對 沒錯 沒錯 是不是 沒錯 我們現在 強大了 又有錢了 還有 那個 其實 也有一個原因 就是因為 我們國家 民心歸向 其實很多時候 這個觀點 我沒聽人說過 不過我先看到 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嗎 好啊 其實一個人 一個國家 或者一個家 被人撩 被人侵入 那個人撩你那個人 首先第一件事 不是看你有沒有錢 不是看你兇不兇 他首先沒有考慮 這一家人 齊不齊心 嗯 同意 百分之百同意 是嗎 是 現在的情形 就算你多強 你多有錢 但是你幾兄弟 四分五裂 本身都已經鬼打鬼 各圍鬼胎 不是看我家裡死的 我不搞 你搞誰 很有道理 是吧 但是俄羅斯和中國 到現在為止 都是在說 民心歸向 你今時今日 你走去中國 你不要做妹 你不要問那些 那些反賊 你問那些反賊的意見 是多餘的 那些反賊 當時 那些時候 《蘋果日報》 那些可行 可殺之人 他就天天去做街頭訪問 那些商臺 那些這樣的 有線電視 每天去訪問 問那些黃絲 問那些黃絲 怎麼看這件事情 當然是在那裡 推波助瀾 又罵政府 是不是 但是你不要玩這些 偏頗的訪問 你正正經經在街上抓住10個人、100個人來問 全中國的任何地區 包括你現在在講新疆、西藏 你不要在這裡做事前準備的功夫 抽樣調查 我夠膽 我幾有信心的 八成的人都會覺得今天中國的執政黨 是值得我們的擁戴 是不是? 同意 我不相信我們的中國人 現在對我們的國家執政黨的支持 的程度會有得過俄羅斯去擁護普京 比普京更強 是 一定的 在普京的管治之下最少一件事 他始終做不到就是每個人都很腐竹 還有他做不到一件事他最少沒有 他現在仍然被人搶著 還要打仗 但中國暫時還沒有機會跟人打仗 還有一個原因 我很同意冷眼卿所分析的 這是絕對的 大家是要團結 但是還有一個最大的問題 就是你的軍力能夠不夠強大 這是固然的 非常重要 這是固然的 但是中國和俄羅斯的北約地區 其實他們的軍艦數量 真的頂不住 在近這十年裏 基本上都沒有什麼新的軍艦出來 但是中國的軍艦 就好像下餃子一樣 在最近幾十年裏 不斷不斷製造 現在已經成功成為一個非常我們主力的艦隊 恐武艦力也是 美國是比不上的 但是當然你要打 不會跟我們打的 第一 我們真的很齊心 這是重點 重中之重 另一方面 我們的軍事力量 可以說 現在已經超越了美國 基本上 美國用一些器材各方面 包括戰艦的老舊程度 都是很可怕的 雖然現在的排水量 暫時多過我們 但是 一定是打不贏中國的 科技先進 是我們最強的地方之一 這就是情況 但是俄羅斯不同 俄羅斯 我當然要把他打倒 他比我們差 我連同北約一起 還不打贏你 當初是這麼想的 不敢惹中國就是這樣 講給你 大家看到一個問題 其實 物必先父而後重生 是 沒錯 其實俄羅斯俄羅斯 這次今天 他差不多在說 是被人落臉的 你說的是一個過氣大佬 過氣大佬 沒錯 就是當年說的 七十幾八十年前 全世界人都看著頭 不過美國在座內 OK 沒有為了夠膽抓他的 清楚 對 你說 但是為什麼今時今日 要搞到 龍油鮮水租客氣 立陶宴這些 那些垃圾國家 都還要跟他叫陣 你說你吹不吹掌 你說 但是現在情況為什麼會這樣 就是因為他裡面的人 本身 是有很多人在那裡導賣軍火 有很多寡頭 他們呢 是治國家的利益於不顧 但是這件事情 他當時葉未陰那些 他們又沒有好好的去制止這件事情 甚至乎他本身自己的可能 都是其中一個分子 所以導致 就是將 就是等於一個人 你今天 那些小孩子 出來做爛仔 或者為非作大 無所事事 因為他媽媽從小到大都沒有管他 有得去讀書 有得去不讀書 有得去出去出去 就不上學 有得去逃學 是不是 那這個一定是 結果是這樣的 但是我們中國 其實我們也是有機會是 報上俄羅斯的後層的 同意 你想想當年 江澤民的年代 大家在說 喂 他是 可以這樣說就是要做 大家一起有錢賺 搞好個場 你怎麼賺不要緊 最重要呢 就不要影響生意 叫多些人過來 我們中國做生意 大家賺到錢 因為當時真的很窮 是不是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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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變成有個風氣 大家來講 就是覺得時間是正常的 所以那時候的部隊 吃一餐飯過十萬的 嗯 沒錯 是啊 Nav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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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個桌子都是 很厲害 他們包一間房間 十二個人 就坐底十皮 就埋單 嗯 那時候 但是當時 我問大家 理論上是很開心的 那個沒有聲平 是不是 那個沒有聲平 如果你想吃隔離的家族 我想吃掉他的產業 我首先就令到他的兒子變異性做 嗯 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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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令到他沒有遺跡意識 我要令到他覺得做事都愚蠢的 嗯 我要令到他覺得 這個世界之後的錢很容易賺的 我要令到他有這麼 naive 變成這麼 naive 嗯 要令到他變成無知 他最好他的智商永遠維持在十二歲 所以我不會令到 我要令到他覺得這個天下無策 嗯 嗯 我自然有足夠的時間 時機成熟的時間 我就 就醫師執 嗯 嗯 但是國家真正上面有人 一早就看到這個問題 不可以這樣下去 嗯 我們那個蜜月期已經過了 嗯 已經到了這個危險的時候 那個時候就已經是 打上了這個喪鐘 那個警鐘已經到了 當時的周永康那時候 那種腐敗的程度 去到什麼程度 是吧 嗯 你知不知道那時候 他們在家裡可以拿到多少錢出來 現金 好像是過億 是嗎 過億 是啊 還是十億 我不是很記得 一百億 一百億 嘩 一百億 嘩 它是說在那個倉裡面 是有一些這樣的木板 上面 平擺那些 印出來的那些銀子 是那些膠紙包著那些 是說十幾版 嗯 就是那些人印銀子 就是那些人印銀子 那時候那些銀行印完銀子之後 就直接送一大袖給那些貪官 因為是他負責叫人印銀子的 但是你送幾版過來 你想想那時候的腐敗程度去到哪裡 嗯 如果上面不是有一個智者 或者適時制止這件事 你猜今時今日 我們就沒有錢做這麼多航空母艦呢 還有沒有錢做這麼多基建 這麼多高鐵呢 高鐵在虧錢嗎 我告訴你一下 嗯 它現在說高鐵不是用來賺錢的 嗯 它用來令到 穿運了整個國家 令到很多很窮的地方 人們都可以出來散石 一起賺錢 令到物流可以 供商我的往來 是活化了整個國家 美國為什麼死得這麼慘呢 你以為你在美國住 晚上想找個朋友去聊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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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聊 打麻雀你都不會去 為什麼 一開車三個小時 你去不去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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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沒有高鐵 沒有高鐵的 怎麼 就開車 所以美國為什麼這麼窮呢 那些錢都拿來買石油 買電油 這麼便宜都死了 他現在還在說 現在還在說 要不讓中國的電動車 入境 還要加錢 加錢 加錢 那些錢 那些錢 那些錢就很聰明了 我不賣 你不用搞這麼多東西 不賣給你 是嗎 同意 做東西 這就是叫骨氣 那些錢 結果他就用回石油 現在他搞成這樣 為什麼呢 現在法國都很憎恨美國 為什麼呢 他搞中國嘛 搞中國 搞華為嘛 那搞到這個 這個 這個法國就是跟他玩嘛 就趕這個華為走嘛 那沒有就沒有五支了 那現在他就叫華為幫他做的 他就說 你第一件事 沒得分幾乎乎乎 要馬上結帳 第二 我幫你裝完之後 你用完這個奧運 要馬上拆走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喂 這些就是看戲了 是不是 所以 這個中瓜得瓜 中豆得豆 你看到 有時候這些東西 不打藥是可憐 還有一件事 你都不需要可憐 你都不需要擔心他 為什麼 你不用擔心他 將來呢 是不會好 因為他做得好東西多 他遲早會發達的 但是如果一個人 你看到他做了很多壞事 但是你看到他 很風流快活 你也都不用擔心他 我就問一個問題 有些人 喂 很為父不仁的 永遠不會幫人的 永遠有好處去領盡的 是不是很清楚 對嗎 沒錯 你看到他死的那天 你看到那個寧堂 有多少人來看 你就知道 嗯 嗯 嗯 這個是成績表來的 嗯 還不是成績表 沒錯 嗯 你以前 你騙了幾千人 你騙了幾千人 你帶著棺材嗎 同意 你得早就得早就有一個 一輩子的罵命 嗯 所以有時候 我們到那些年紀 我開始要小心做 因為我怕 我沒有那個 我桑禮沒有人來的 嗯 我們不是經常說 什麼 一月收美國幾年 是啊 沒錯 嗯 現在情形就是這樣 所以 現在美國 做這麼多事情 嗯 就看你 可以得失多久 嗯 嗯 早十幾年前 五六年前 喂 這個 這個 越南做了美國爪華 幾張牙武爪 嗯 他當是完全不放中國做眼淚 你看到嗎 看得到 看得到 完全是 你看看現在死得多慘 死到直 我告訴你 你知不知道 在這個 老窩 這個柬埔寨 和越南這些地方 很多都是用美金的 是啊 基本上 沒錯 大家準備好 開始 來緊了 是 我家裡 有一堆人 不知道誰打誰 越南 老窩 柬埔寨 我懂得分泰幣 因為是泰皇 其他人都不知道誰打誰 我又不懂那些文 是 為什麼呢 我拿回來之後用不到 我給他美金 他就找回這些本地錢給我 是不是穩困呢 那 這個呢 就說一下這個經濟學 這個就是 劣幣驅逐良幣 這個驅逐良幣 真正的版本 真正的版本 沒錯 然後他就找回老窩幣 給你 但是你拿著老窩幣 你去哪裡買東西都沒有人光顧 你拿著老窩幣去泰國買東西 人家不受理 現在美元對越南盾是多少呢 之前我看了一個數字 比較早起少少的 上一個月左右 就是 1美元對25,465的越南盾 是啊 非常之得人驚 十年前 他是 二萬一左右 現在呢 就二萬五了 十年前和現在 哇 大家跌了多少呢 是吧 我看回那些資料 是啊 剛才那個大家的解釋都明白了 但是問題 現在你看回 他們想想都不玩了 都不玩了 然後他勾著美金 他就隨時被美金玩死 是 沒錯 其兄弟就說 不要搞那麼多東西了 相信不過 這個人 我們都是用自己的錢 來緩領好 嗯 其實在老窩 其實有三、四種貨幣可以用的 你知道嗎 是可以用美金 老窩幣 太幣 人民幣 人民幣 但是最受歡迎的呢 就是 美金和人民幣 嗯 最不受歡迎就是自己老窩幣 哈哈 沒辦法 沒辦法 中老鐵路通過了之後 人民幣會更加受歡迎 現在通過了 就是 中老鐵路 已經在運行 生意就越做越好 對於老窩是一個很大的幫助 就是種瓜得瓜 種豆得豆 是不是 冷眼兄 是 所以我們有時候 有些事情 我們做一些事情 可能現在看不到功效 在十年 二十年之後 你會看到 有些事情你現在不做 你看不到 什麼問題 差不多 多謝你 冷眼兄 你分享很棒 感謝你 謝謝各位 拜拜 拜拜 多謝冷眼兄的分享 今天的節目非常精彩 亦希望大家可以思考一下 究竟問題在哪裏 是不是種瓜得瓜 種豆得豆呢 多謝大家支持大衛上的頻道 今天時間到此為止 拜拜 拜拜